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间,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了再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一切顺利 我的灵魂伴侣,我的挚爱,我要跳下去救他 你可以牺牲自己去救他,但是我会和你一起 爱丽丝正吃着外卖看电影,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 手机提示音响起,时朋友发了一条短信 今天有派对 爱丽丝不屑的哼了一句 有什么能比宅在家里舒服呢? 门铃响起,起身开门后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快递 爱丽丝特别开心,艰难地将它搬进家里后开箱 竟然是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她揉搓着机器人的脸,机器人突然开口说话,吓了她一跳 你好,我是你的机器人版 你的所有记忆和关系都被编成到我身体里 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爱丽丝眉飞色舞的说 我朋友在酒吧举行派对 你可以替我去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爱丽丝非常开心 祝福她一定要喝醉,要好好玩 机器人却说 我不能碰酒精、毒品或是有性关系 这一点都不像爱丽丝了 于是她只能让机器人假装喝醉 机器人便起身离开了家 而爱丽丝本人回到了沙发上 给朋友回了一条消息,马上就到 然后又端起了自己的外卖愉快地吃着 到了万恶的星期一 闹钟响起,爱丽丝却一点也不想去上班 她转头看到了机器人版的自己 对她说,替我去上班吧 机器人都不用收拾,立马就出门了 这也太便捷了吧 能不能给我整一个 休息时间,爱丽丝的上司打电话来 但她想要的却是机器人爱丽丝 爱丽丝回应道 对,这周三她会替我工作到六点 这样可以吗?听起来不错 上司显然非常期待机器人爱丽丝为她工作 这样爱丽丝有些不爽 她现在已经懒到 iPad就在离她手只有几厘米的地方 都不愿意过去捡 生活全告机器人支撑着 而她需要做的只是沉迷电子产品 机器人问她 你说过,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大的生日派对 是谁的生日派对呢? 爱丽丝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我的 机器人尴尬地问 啊,那你想自己去吗? 等了一会儿爱丽丝没有回应 便摇腾说没事了 主动走出了房子 替爱丽丝本人去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 就在机器人爱丽丝走后不久 门铃响起 见识爱丽丝的前男友 他们已经分手一年了 突然上门是什么意思? 原来她也是来找机器人爱丽丝的 机器人爱丽丝 竟然被这爱丽丝和她的前男友搞在了一起 这爱丽丝非常生气 在机器人回来之后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机器人爱丽丝回答说 我不清楚 我觉得她很好 在她身上 我找不到真实的感觉 她从没让我笑过 爱丽丝这才明白 机器人拥有的只是她的记忆 而没有她的情感 于是她邀请机器人和自己一起坐下来看电影 机器人开讯的说 这很好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机器人爱丽丝变得和爱丽丝一样 双脚架在茶几上看电影 门铃响起 机器人爱丽丝开口了 我订购了机器人的机器人版爱丽丝 真羡慕啊 有机会的话 我要多订购几个迷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灯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阵电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小姐见啦